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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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又有可听的就应当地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 成为好夺土的地方 这是耶稣刚才的经文中讲的一个领域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在过年前 圣诞节蛮往之后 快过年了 那我家那个花园有一个角落 去年的时候是种一些土豆啊 种一些葱啊 是这样子 那后来土豆收了之后呢 就没怎么管他 所以呢就杂草重生 乱七八糟 他长得很能造好 那我想过年了 不要让他乱七八糟 我心情过得好一点 所以我想把这个角落 这个 种种的这个角落 打理一下 清理一下 而当我在清理这块 这个一小块的图片的时候 我就想起耶稣 讲的这段经文 这个比喻 所以我一定在清理 一定在思想耶稣 讲过的这些话 就觉得很有收获 很有当作 虽然这段经文很熟悉 但是我再去思想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气烦 所以过来我就把这段 这篇的讲文 就把它写下来 好像心里的时候 我要讲这篇道 就是叫成为豪土地 我们先来看 耶稣在跟门徒讲道的时候 教训他们的时候 经常用比喻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是用很多很多的比喻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在一世上的第二节目里面 圣经就说 耶稣就用比喻 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耶稣要教训他们 而且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所以耶稣用的 也就是说 耶稣有很多的教训 要告诉他们 他们不一定能够明白 不一定能够懂能不能道理 耶稣要让大家能够懂 所以耶稣用最初期的话语 来教训他们 让这些听他讲道的人 听他教训的人 能够知道许多真理的道理 许多道理 这是耶稣用领域的一个原理 经常会有很多人 讲一些很深的道理 但是大家听不懂 跟有一些人 讲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 来试试自己 还有没有学问 讲得很好 甚至也可以说讲得很对 但是说别人听不懂 或者说别人听了 只能接受不了 那有些人讲得很好 讲得很有道理 讲得很完美 大家接受不了 那怎么又来讲 耶稣经常认识 非鸟的比喻 百合花的比喻 曼子的比喻 葡萄树的比喻 各种比喻 很多很多 讨情的比喻 讨情的比喻 等等等等 用很多的比喻 他目的是什么 用这些粗浅的 简单的 不普通通的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他又会听不懂 把真理 讲得很好 所以我也在学习耶稣的 这种讲道法 要更多的比喻 要更多生命当中的经历 大家一听我明白 然后把整个道 能够让大家听进去 很快就有你记住 这是耶稣用比喻的一个难度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给我们再说一种帮助呢 我要讲三个难度 第一个难度 这个土地 是预表我们的幸福 耶稣讲这个 几种土地的时候 这个土地代表什么 代表了我们的幸福 我们许多人 在澳洲的时候 喜欢在自己的花样 里种一种舒散 其实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这是很不合算的 或者是很散 你种土 土豆不新款 炒龙雕 烤雕 种下去 还要去浇水 这个水贝都多了很多 对不对 然后收回来 你去买的话 可能就没多少钱 对吧 比本情下来更多 还要肥料 还要浇水 还要付利器 对不对 有的人讲究一点 还要到班里去买木条 还要去搞不搞 你要花多少钱 你去买 买土豆买金 买多少钱 你能收回来 收回来 收回来 成本收回来 那为什么要碰它 很多人为什么要碰它 因为种这些东西 当然土地 就是他的幸福 种那个土地的时候 就是自己的心灵 你的心灵里面收获的 不是经济太亨压的 当把这些杂商去掉的时候 当把这个种子散开的权 帮这些东西展出来的时候 哎 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心灵里面 会有很多的预约 会有很多的忙足 很多的收获 这些是经济来的 对吧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钓鱼 钓鱼 钓鱼的根本不合作 对不对 鱼钢又很贵 去租的话 有很多汽 对不对 开车一个多小时 有来开更久 对不对 汽油费不到钓鱼多少 还要钓鱼针 对不对 还要付各种各样的费用 你把这些费用 到耿耿尾尾去 买一键帮回来 对不对 那不是很合作吗 那为什么要去钓鱼 其实钓鱼不是有 有些时候钓鱼是自己 所以你在钓鱼 你钓鱼是一种 心情 是一种愉悦 或者说人跟人在一起的 一种喜悦 一种友谊 一种轻易感 还有一种大字 感受的大字 所以每次看到花园 你打草的时候 你心情就会不舒服 那你把草丝熟干净的时候 心里就会开心 所以 厨厂的过程 打理花园的过程 种蔬菜的过程 其实也是 净化自己心里的过程 耶稣对这个比喻 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后来 经文中有自己的解释 第四章的 第十三到十七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马可福音的 第四章 十三到十七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杀走的之人 所杀的就是道 那撒旦入团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可把他 把他撒在他心里的道 躲去 又撒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可荒邪灵兽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乃至为道 遭了个患难 或是受了离活 立可就跌倒了 好 这里有两个 心里的道 就是这样 撒在那个地里呢 他说心里的道 撒在这个石头地上呢 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所以 撒在那旁的也好 撒在荆棘地上的也好 撒在草土地里也好 耶稣在讲这个领域的时候 他讲的是人的心 啊 讲的是人的心 你撒在路牌 也就是说 他的心里当中 啊 啊 这个 路牌的时候 三七二 啊 在路牌 结果飞鸟撒到来了 把他撒了 撒在石头地上呢 就是心里面没有根 啊 因为你的心里面有石头 所以呢 也不能撒大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心 土地是预表到人的心 耶稣讲的是四种土地 路牌的土地 有石头地上的土地 还有斩荆棘的土地 还有第四种土地 好土地 这四种土地都预表四种不同的心里 路牌的土地是指伤心恶意 神的套进来的时候 总是散下去的时候 你伤心恶意 你对生命 你对信仰 对真理 伤心恶意 所以 便要一把就 走 石头地上的土地 是你里面干硬 不能扎根 所以你的内心当中是有石头 不是肉的心 不是滋润的心 啊 不是柔和的心 所以 进入群里面很干硬 啊 没办法交换 交换也长不错东西 因为里面有石头的心 所以很多人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石头 所以别人对你的爱也爱不进去 没办法融化你的心 神的套 你刚是进不进去 因为你里面有石头 所以就没有办法 不能扎根在口袋里面 没有办法 在荆棘那种地呢 是指一种心理 你刚才知道吗 有各种各样的荆棘环绕 荆棘会吃人的 就是代表你的心理 各种各样的思虑环绕 心里上很多的思虑 烦绕 各种各样的思虑 诱惑 迷惑 在你的心里 各种各样的荆棘 基督基督基督 你的心很难受 很受伤 很痛苦 都被提住了 心被提住了 被扎破了 各种各样的思虑不完 然后世界上的痛苦 藏住你的心 所以那里没有安静 没有死 没有平安 这个就是一三个的土 最后一种土地呢 也就是说有三个 六十一百被收成的时候肯定 总之撒下去 能够扎根 这是一个柔和的心 清新的心 清悲的心 这样的心 就能够解出 好果子来 你的心里是来自我 从耶稣所用的这个比喻当中 我又看到 耶稣是一个很会有光彩的人 很会看东西的人 他会看东西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不会看世界 不会看东西 所以你看耶稣很会观察 刚才讲的 耶稣比喻很多天空的 非常地理的百合 包围 老鼠女支持了他 那种各样的比喻 刚才我唱的他首歌 耶利麦子 也是耶稣讲的一个 一句话 他也是引用了麦子这个比喻 比如这样 耶利麦子 罗布罗和弟弟死了 如果死了 就要接受许多的字 他就用这个麦子 来预有我的生命 所以耶稣 你去看耶稣的讲道 耶稣的教语 比喻太多了 如果你要讲 那么太多了 从这些比喻当中 我发现一点 耶稣很会观察 查看 地上的事物 更重要的是什么 耶稣在看这些事物的时候 他同时把自己的心 依附在这些事物的本身上 而是运用这些事物 来开启人的心脚 来塑造人的生命 来成就你我的生命 为人所用 哎 这个是毛 这给我很大的 启发的帮助 简单的讲 解释一下 当我们看到一股漂亮的花的时候 我们说 哎呀 这个花真漂亮 好漂亮啊 然后一直欣赏这个花 你的眼光连着你的心 就看到这个花 然后拍照 然后画朋友圈 你看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当时耶稣看到一朵花 非常漂亮的事物 祂在想什么 祂在做什么 祂在说什么 祂在说 祂说你们看 这一天的白河花 祂很快就凋谢了 心腹都给祂这么美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这就是耶稣看到的 这就是耶稣看到的 所以你们不要留意 祂是把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目的心 把自己的目的心 把它挂上 祂是把这个花 运用在我们的心里 当耶稣看到一只鸟的时候 祂想什么 祂看到什么 祂看到什么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也不收 天父善起鸟我吧 你们不是被飞鸟贵族吗 我们看到一只鸟 好漂亮 然后看到鸟的时候 鸟好自由 飞小肉 想想自己 好不自由 对不对 耶稣看到鸟的时候 祂就运用在圣经当中 你们不要留意 天空的归鸟 敬佛善起鸟活大 也不错 你们为什么要留意呢 他看到一样东西 他都能够很好的 看到麦子 他就可以讲了一句 非是这么好的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夫妻表意的东西 甚至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心依附在这些东西的上面 没有看到本质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眼光的问题 彭克利讲的一句话 他讲的一句话 说 幽黎文化 幽黎文化 道空明天的悲伤 但他耗尽静听的力量 彭克利 彭克利是一个 经历很多方法 他是河南人 他爸爸 他爸爸 祖辈都是做钟表神明的 将来开钟表殿的 第二次世界大方的是 这个喜特勒 纳粹也要杀一个太人的神 当时有一些犹太人跑到荷兰 后来纳粹也攻到荷兰 荷兰的人士 所以要抓了这个犹太人 所以他爸爸就在自己钟表殿的后面 做了一个密室 表面看来是一看出来 外面挂了很多个钟 钟的背后是一个密室 所以他把犹太人拆在这个密室里面 后来被人举报 或者被人夸发现了 后来有人就被纳粹抓走 他抓走 这些纳粹没有找到的犹太人 他还在电影上去找到 他也没说过去 后来他警戒就死在这个集中里 他爸爸可能也死了 他没有死 他过来的集中里充满了 也就是他讲 他就讲 忧郁无法盗控聆听的悲伤 让他耗尽静静的力 确实 我们一直忧郁一直忧郁一直当心这个人 但是能够改变聆听吗 能够盗控聆听的悲伤吗 不能 但是他把你精英的力量耗尽 所以我们这个主的眼光真是很猛 他看到土地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们的心灵 我们看到土地的时候 我们在想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 他接着这种土地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人的不同的心灵 来解析 人类性的需要 供应给我们的心灵 所以求求您明白 真的吗 调整我们的眼光 这是有不一样的眼光 来看守 你会说不可以 第二个方面 我要讲的是 在耶稣这个土地的比喻当中 叫撒伯的比喻当中 第二个方面 好土地的最高价值 是撒下好土之 好土地的最高价值是什么 撒下好土之 因为好土地 如何发挥他的最高价值 我们不能够信在他眼光 所以信在那里面看 那就是开发满地产 对不对 那假设最好 对不对 因为说两千多年 其实又开发满地产 没见我说 那时候房子是不得行的 那是农工的事 房子是最紧张的 是土培饭 几块木头 树枝 一些紧张的 自己农村里面看坏下来 就可以用了 用一些石灰 或者用一些好一点土地 好一点的泥土 机械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最后是这样 那么两千多年期 你看耶稣讲 经历了一些事情 有一个瘫瘫瘫 瘫掉了 不会冻了 然后跟着耶稣的人很多 他想到耶稣一指 他进不来 对吧 室内都围着耶稣的人 他进不来 房子进不来 结果有几个人 躺着那个瘫子 把上面的房子给裁了 对不对 然后从管理里面 他坠上来 如果现在的房子 把你爸爸的房子裁了 把你死亡奥秘的羞 对不对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是很简单的修复 所以耶稣说 有意有失就当自主 耶稣没有说 有意有失有住 才能自主 耶稣说 因为那个什么住 是不是最简单的 你再住也可以住 因为土地有没有 总之都有自己的土 拿几个木工 那个打一下就好了 你现在最穷 中国最穷的地方 往来上去 里面去 房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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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裏 这个都现在要 所以耶稣在说 有意有失就当自主 对不对 我现在的时候 有意有失就当自主 有住就当自主 不要说耶稣我记得以前的事 在我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或者我爸爸那个年代的时候 农村里面不是有订婚的吗 娃娃亲吗 我大哥和哥哥都订过娃娃亲 但是我没有 我在心思想 我在心思想 那时候订娃娃亲的时候 有什么没的 人家都来你家看 都是看繁衡的 到你家后面 看你家的稻草堆大当大 你家的稻草堆一小堆一村 谁家给你呀 谁家给你呀 你家的稻草堆一小堆一村 你家的稻草堆一小堆一村 在那个年 土地最高的价值是什么 收获养草堆 撒下好种子 这个是 那土地万倍最高的价值 那么好种子是什么呢 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三节 啊 第四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个语语呢 这样子的明白一切的语语呢 你听说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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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种在你的心里面 发根 生根 发芽 就结果子更多 为什么神的道是一个好种子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 在彼得情书第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 彼得情书第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 背信 你们同的重生 不是有用能坏的种子 乃是有用不能坏的种子 世界的神伯伯长全道 因为凡有学习的 静多如草 他的美容都是草上的华 草必不干 画必要些 唯有主的道是用神的 所谓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 这个道是个道 福音就是个画 是不能坏的种子 是好种子 是残存的 不会过去 是不坡残存的道 凡有学习的 凡有学习的 静多如草 他的内容都是草上的花 草必不干 花必要些 以前都能过去 所有的一切 它其实都是会过去的 不必太纠结 不必太宅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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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师傅开玩笑 我跟他开玩笑 他讲很漂亮 比较公认 他说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最漂亮的是什么时候 你最漂亮的时候 两种情况下最漂亮 你怎么化妆化完的时候漂亮 这个化妆器 这代表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时候 什么时候最漂亮的 我把眼镜拿下来的相机 所以白天黑夜都漂亮 白天化妆都漂亮 晚上已经不太厉害了 都可以看到他漂亮 后来 我想到这些人 虽然是开玩笑 我后来想到家庭的 什么时候最美的 最美的时候 在家庭里面就是不要太绝静 不要搞得太清楚 什么东西一定要搞清楚 你一定要绝静 你一定要抓住一些小的 一些自慢的享受器 本来很美的东西 就不太美 而且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虚弄完的 都比你太宅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特别看手机 一看到同学的化妆 把朋友穿了 哎呀好漂亮好漂亮 心里仔细想起来 那是真的吗 这个是他 谁都知道 都批过了嘛 对不对 美独秀秀嘛 对吧 对吧 可能有全就是 骗我 我骗你 然后大家都假装 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是真的吗 对不对 其实生活 有很多东西 都是没过去的 你说看到 未必是真实的 很多有虚弯的东西 这样是虚弯的东西 你又何必那么具体 那么赞 那么 一点点 伤你得好清楚 眼睛都不容易伤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世界上的东西 其实很多都不容易伤 所以你靠所有人 没有上的道 那是不能坏的 人都是要老的 再漂亮再帅 是会吧 你的健康 终于明天 也会有什么事 所有人 都拥有的东西 都不断能够活着 那不能坏的种子 种在你的生命里面 那是永存的 所以什么倒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种美 才是永存的美 什么倒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中 改变我们的心情 改变我们的想法思想 改变你的很多的对思想的态度 对人的态度 改变你内在的失利 那是永存的 那是猜度的 我不是说我都不想出生命 因为我太坏了 你一定是失望 因为这不是永存 而且这有很多的东西是虚幻 并不是你说真实说改变 唯有那一个生命的改变 上面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圣经说那是不能坏的 那是使得活泼残酷的道 那就是不愿 所以好土地 要产生最高的价值 就是要种下好土地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还是生命的力量 他能够供应我们的生命需要的力量 耶稣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 神的道是什么 神的道是生命的亮光 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底的灯 路上光 4天 119天的119天 神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大 神的道一解开 你心里听了黑暗 是俩人的时候 我只讲到提到 你心在黑暗的说 你看什么都是黑暗 澳洲很漂亮 摸不露很漂亮 但是如果没有眼光 一直没有眼光 哪一体 摸不霓 不要亮 就不一樣啊 所以當沒有光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 體驗不到 感受著把他感冒 這很多時候我很稀奇 為什麼叫我看看他是很好 很多是很多都很好啊 對不對 讀書也很好 家裡也很好 本來也不錯 根本沒工作也很好 但是 他裡面就是不快樂 或者說自卑 他就印象很自卑 對不對 很不快樂 很不舒服 為什麼 裡面缺少光 缺少 但沒有光的時候 你住豪宅那裡住土和房子是一樣的 因為光沒有了 你看到就是一樣的 都是黑的馬氣 都是一樣 對不對 那十五年前 這個張波隆 和香港的聽短巨型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電影 20多次跳下去 那個時候有個好幾個意義 相當於現在幾歲 又是聽短巨型 分屍一大堆 對不對 當時不會這麼跳下去 因為沒有光 當他裡面生命當中沒有光的時候 這所有的東西看上去 它都是黑的 是看不到 它是看不到 所以你的生命當中的宣傳 很像這樣一個畫 畫一擠開的時候 啊 哇 錯了 讓你痛快 讓你明白 你生命當中 人生當中 很需要殺人 所以好土地 你的心靈 對 要讓你的心 生命當中發生的更高的價值 你要過好土地 好土地 也是很容易放廢掉的 如果沒有好種子撒下去 沒有很好的耕耳 沒有很好的耕耳 好土地也會被放廢掉 因為裡面就掌握了 其他的東西 或者就廢掉了 我們的樣子的事情 好土地 但是你沒有撒下好種子 過一段時間就放廢了 你放廢土地 土地也放廢你 你放廢時間 時間也放廢你 當一個好土地 你把它放廢了之後 它反過來放廢了 讓你去 慢慢不快 你看它都不快 不開心 因為你把它放廢了 所以它也要把你放廢了 你把時間放廢了 時間反過來 把你放廢了 一生破 一生破 因為你把時間放廢了 時間就把你放廢了 所以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心 是我們的好土地 是我們的可別 如果你讓這個心 放廢了 反過來 它把你的生命 就放回來了 把你的靈魂 放回來了 所以求求能夠領領我們 那麼我們生命的心靈當中 這個好土地 種下好土地 就是那是道 那是荒野 生命的種子 種在我們裡面 這是第二道 第三道 第三道方面 在耶穌講的這個比喻當中 第三道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成為好土地 預備好收成 成為好土地 預備好收成 如果你現在覺得自己的內心 雜草重生 或者離別很多時動 這還不算最壞的事情 為什麼 至少你現在已經第一次到了 已經想到這裏 能夠長雜草的地方 也說明可以長糧食 能夠長雜草 也能夠長糧食 只要我們把它修理好 只要我們把它經營好 只要我們把這些雜草除掉 所以這個聖誕節會 圈圈你這個獲野前 我在這個 處這個 院長那塊的小地的時候 我把雜草除掉的時候 我也有意外的見識 我發現雜草長的萬七八八 因為已經有一定高了 雜草除掉的時候 竟然還發現有肚子 可能去年的時候 沒收完 都會下牛腸出來 我也覺得 出草的時候 又發現有蔥 竟然還有蔥 我發現裡面還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突然又起始了 能找到雜草的地方 也可以長雜草 只是你要把它找到處 所以有很多人 雖然心裡煩惱很多 從那個角度來說 什麼叫這個想法 它也是有好處的 有的人是阿伯仁弄得超來不想的 對不對 煩惱多的人也說沒有他想法 想惱多的人 從好的角度來說 這個人物性高 有想法 有想法的時候還有東西 對不對 他怎麼這麼像啊 只是說他想錯了地方 所以我 從這個雜草重生裡面 看到很多看到 從那個時候 會有意外的想法 驚喜收穫 能長雜草的地方 也可以長雜草 只是你要把雜草出來 把雜草炸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讓我們心當中 很多的雜草炸出掉 很多就雜草炸了 好東西就雜草炸了 那如何讓我們的心 成為一個好肯定呢 對於耶穌剛才講的一個比喻 有三個方面我們要做 第一個要除掉石頭 往心柔和精靈 你要把這些石頭乾淨 把它除掉 往心柔和精靈 如果你的心的石頭不除掉 總之是啥泉 水將它泉泉泉 你要讓柔和精靈 才能夠吸收它的水 吸收它的營養 才能夠流住一般的走著 所以耶穌說 溫柔的人 流浮了 他們必成熟地 溫柔的人 你要讓你的心 柔和精靈 耶穌說 我心裡柔和精靈 所以我們要學主人家說 你要讓我的心柔和精靈 你認真不在路牌 不要做路牌那個土地 路牌就是三千對 路牌兵 我們要讓你的心專意養花 專意在我們心的身上 養花我們是擔當的養花 不要把自己的心丟了 更不要讓自己的道丟了 在路牌就有一個威脅 三心惡靈 非常養花 被真理 被信仰 三心惡靈 做事情三心惡靈 神的道具像種子一樣 撒下去了 但是可以非常好吃 因為在路牌 非常安靈走 所以神要放在你的裡面 就不能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做路牌的土地 我們的心要裝一 養老我們的主 第三個方面呢 誰會好徒弟呢 要修理經濟 讓心安靜喜得 經濟 土地裡面長得把你經濟 這種經濟就是熟識的失慮煩惱 還有世俗的迷惑 這些經濟就是缠住你的心 缠住你的心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的煩惱 很多的煩惱 你要把自己經濟出來 你要學會看問題 你要用神的眼光看問題 你要用友人的眼光看問題 你要看到事情的本質 生命的本質 而是看表象的 這樣也不會很多 多看表象的 有兩個好朋友 他們一起到外面旅行走路 一邊走一邊聊天 很開心 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來越來聽 走一邊走一邊 講話也講得太多了 口鋼手的神道 口鋼手的神道 很想喝水 他是水喝碗 給水喝 繼續走 再走很遠 發現前面有一條乾淨的心水 很開心 好興奮好不幸 趁熱 激動 當時他拿出一個金網 陽光一曬 金風雙雙 然後拍到他的戲 可斷啊 好瘦卡 好幫助啊 當時第一個你看看他用的時候 金網 自己用的時候 陶瓷的畫 那你不看一下 接下來祖父 沒話講 不像一講 玉米寡 高天不見得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看到金網的時候 他把心就看進去了 他的心就隨著他的眼光 就附在這個金網上面 他忘掉了 金網散散怎麼那麼慢啊 對吧 所以他的心就跟著這個金網跑了 心靈跑掉了 這個時候金警就站出來 所以他就不客氣了 他也不想跟著我講話 有密的全都放就放他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忘記了 王子拉了幹什麼 什麼 勝水了嘛 喝下去那個水 水喝下去那時候就滿足 沒有了 乾咳的時候有水喝的那種快樂 沒有了 都被金網奪走的 那个信奉,对吧,没有水喝的,有水喝的那个信奉,那个开心,没有了 因为你的信奉跑了,进到三个圈 所以那个快乐就没有了,不行了 你忽略了那个本子,你需要什么 今晚也是喝的,胜水喝的,大家能够更好一点的话,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根本的问题是喝到水喝的 你心里面满足的快乐,需要的是那个水吗? 不是那个玩是什么玩的问题 但是人往往已经看到的时候,你心里有跟着他跑 所以你们都找到经济啊,烦恼啊,痛啊,忧虑啊,冬云啊,冬云啊 我也是,尤其是我的家 世界年纪有一次,我在国内经常通过感恩礼拜 叫我去我感恩礼拜,多数感恩礼拜都是搬家 对不对啊,都是搬家 然后去讲道啊,去分享啊,跟他们祷告啊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当然也是个基督徒啊,他请我到他家里去 有关系很好,他带我去参观那个卧室 他对我说,你跟他,我那个感恩礼拜,这帮船多少钱? 我心里一想,我家的船,两千块钱左右 我就想,多加一点,乘一个四 对不对啊,我说两万块 他下去啊,接近二十万 一张船,但是吧,我很感恩 我感谢主啊,上帝给你真是粉薄啊,一张船 二十万,对吧 回来到路上啊,我就在想 我什么时候,我找到二十万 那个十几年前,工程两千块钱 我十年不知不合,买他一张船 十年不知不合,买他一张船 我就想,天父啊,都是你的耳语 挺不公平的那个,都是你的耳语 为什么他就这么大,我要十年不知不合 他就一直喘了 对不对啊,所以当你的心啊 一放在他的船上,一放到这些物体上 你看到东西,你心里跟着他跑的时候 心就要夺出来了 心走的时候,上帝他道不进去的时候 舍得道就被抢走了 舍得道被抢走了,经经就出来了 那就不开心了,那就埋怨了,那就不舒服了 所以很多的经济就出来了,有无论就出来了 过来我就洗了 我床是干什么的,是睡觉了嘛 你二十万要站住啊,也睡着了 我两千块钱一张床,也睡着了 那我不是这样的吗,我也睡着了 我又不是说要死,两千块睡不着 对不对啊,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感恩的地方 睡眠特别好 我一般躺在船上,除非特殊的事情 一般五人都不能睡吧 圣母有些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用你睡 你有些人,我们两个人就睡着了 你舅妈也不讲完整,就已经睡着了 对不对啊,那不是很感恩吗 对不对啊 我不知道他睡着好吗 如果你就是几百万的一张床 你躺在船上,一直睡着了 那如果你还千万千岁睡了,对不对 那你,你的心不跟着哪跑 不跟着这些外在的东西跑就是 哎呦,你那种有感恩的东西 主要感恩的 虽然船子的困难,虽然很好 对不对啊,很感恩的 因为这是本质 所以船好,贵的 那么你又想来贵的也好 对不对啊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 我们生命里的根本的需要是什么 而不要,不要它的本质 去注重它的外面 这样的话你就苦了 所以当我们仰望金督的时候 总有让我们感恩的 我们仰望金督的时候 总有让我们感恩的 当我们贪爱这个事实的时候 总有让我们不足够 比他们爱这个事实的 总有不足够 更好,比你还要更好 比你还要更好 比你还要更好 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说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了 会活得很幸福 会活得很痛苦 走也走得很痛苦 因为你活着的时候 你得不到世界 你走了的时候 你也放不下这个世界 所以你会活得很痛苦 因为你活着的时候 你世界能踏实你了 不可能 但是你所谓的小学 那也就是这个世界 你也放不下这个世界 所以耶稣说 我能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的心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会活在这个世界 你所看到的东西上面的时候 你会活得很痛 你会活得很累 你会活得很累 你会被各种荆棘 发入你的心里 把你的心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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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世界不行 你也不可能用这个世界 你也带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主的世界 我们属于神 我们属于神 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当你把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 当神的道 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 不管怎样 你一定有感觉 你一定有喜乐的地方 你一定有安慰的地方 你一定有神可以可爱 融为的地方 我们的心要从这个世界上 要收回来 要在一些人的身上 收回来 你先让老子跟着人跑 你的心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要让你的心 成为好痛点 让神的道 住在你的心里面 这样你就有福了 所以我要做个小鸡 所以当我们把上面 这三种情况处理好了 把石头挖掉 除掉了 那心肉的清肥 那心霜无音了 那不善心热 那这些荆棘把它除掉了 那心是安静了 喜乐了 仰望主了 当你把这三种处理好 再让神的道 圣经的话 神的话 种在你的里面 你自然就有生产 自然他就长生 圣经自然就会长进 在今天结果上呢 耶稣说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生产 大家是生命的丰盛 耶稣说 我来教你们得生命 并且大家更丰盛 最高的价值 那你属灵的生命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生产 那你活着 你感恩 有时间 即使我们走了 在天上 有些大的收成 也是有价值 你不是百丈土地 你身边身边有一个永恒的 那是价值 所以 那是赤坡 我们 像个教育的丰盛 让我们的教育 让我们每个丰盛 在2019年 心灵里看守的时候 我们好好看守 我们的土地 我们好好修理 预备 我们的土地 就是我们的心 成为好土地 收成为天家 我们一起来讨论 前来主 我们感谢大家给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在心里开始的时候 你在一起用你的话 来教导我们 主啊 你当你用这个比喻家 的门徒弟 教导他们许多的道理 今天你也是教导了我们 许多的道理 主啊 你求你领我们 进入到你真理的身处 真的 让我们在心里面里面 把我们的心保守好 把我们的心康复好 把我们的心修理好 把很多的石头 很多的经济 都能够处理好 让我们成为好土地 让你的种子 撒在我们的心里面 等候那个好收成 主啊 你格外 与我们统战 谢谢你 给我们话语 愿你领领我们 让我们常常 保守在你的爱中 哈利路亚 感谢葬天主 听我们家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语 阿们 阿们 阿们